是由我们这一第四分组编号四字一的一个决议说 为提升专业法庭及专谷检察官的专业能力 司法院与法务部应就专业法庭法官及专谷检察官的研习 合发专业证照以及签调的配套的予以具体规划 这个结论我提案见请再加注 至于关回一司法院为因应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规定 以民国106年3月13日订定司法院合发税务专业法官证明书审查要点 并发布至即日起生效 因所依据的母法就是105年12月28日公布的纳税者权利保护法 今年12月28日才发生效力 在母法尚未生效的前提下 作为执法的上开审查要点自然尚未生效 刮胡二 司法院分别于106年5月12日及6月13日 经由第四次及第五次人事审议委员会依上开审查要点决议 通过合发行政法院体系 各45位及17位法官的税务类型专业法官证明书 当然也无法律上的效力 刮胡三 上开审查要点第四点第一项第二款及第十款规定 司法院应在母法生效前予以删除 刮胡四 司法院应在母法生效前尽数为限职法官举办税务专业法官的专业训练或在职研席 不得低于60小时 且数位延席的时数不应计入 有关的说明因为我的书面写得很清楚 但是我需要补充 大家请参考我的书面之外 我要补充理由如下 我们这一组在5月12日当天决议的时候 当时秘书长李太郎也在现场 但是资质不提司法院的审查要点 以及人审会已经在5月10日通过的这个核定45位法官的专业证照 我们是5月12号的决议 所以当时并没有去考虑 在决议的时候需要加注 二 后来我们将这个案子丢出来以后 司法院有一个回应 提了一个统计数字 我的说法是司法院的统计数据很难取信于人 何况这个数据是把地方法院的行政庭的业绩 也把它算进去 其中据说张生兴法官和钱建荣法官贡献最多 可惜他们的案子判决到了二审 就是到了高等行政法院几乎都被撤销 三 既然应用纳保法而制定 如何可以违反纳保法的规定 只因为是过度规范就可以吗 请问根据什么法律解释方法或原则 可以这样主张 第四 内部与事务分配有关的人事管理规范 就不必理会纳保法吗 所以是在纳保法未生效之前 要先偷渡造成继承事实来规避纳保法吗 第五 现行合法民事形式特殊专业类型 及行政诉讼专业法官证明书的规范体例 和税务专庭的专业法官要求不同 因为纳保法有特别的规定 比照办理也不能取得正当性 何况过去的做法也未必可以适用于未来 第六 专业法官证照如何取得 已经不是内部事务单纯分配的问题 而是法律有定一个门槛的规定 防渡不试任法官的问题 第七 判决都可以批评 司法院人省会的结议是行政的决定 为什么不能够质疑它的效率 其实这个案子最重要的就是 纳保法的立法原意 是要淘汰不试任的行政法院法官 本来是要就地证法 把这些不试任的 结果现在是就地合法 所有没有无照驾驶的人 通通取得驾驶之照 在路上跑 这一点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各位委员 所以我们当然非常清楚 我们去说哪一个规定 有效或无效是没有用的 那个是没有拘束力的 但是那是表达本组委员 对于这件事的法律见解 而为什么非得写成这样 这样很不好看的 司法院 我希望能够反省一下 这件事情已经到现在两个月了 一个多月 本组的LINE群组 都有司法院监看 总统府监看 甚至有媒体在监看 本组完全做到公开透明 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司法院都知道 我还特地去群组问一下 为什么司法院当初 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资讯 结果那个法官退出群组 请问我们要怎么处理 我们都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这个是一个很根本 根本的一个问题 我们只是要表达 我们的法律见解 这是本组多数委员 认为是这样的 于是呢 我还必须说 司法院一直在争执说 他们的这个完全效力 没有问题 对不起 这我们不能同意 至于你们要不要有所处理 今天只要有一个处理办法 我们不必去表决好像都可以 就我个人来说 那等一下我希望 我们的其他委员 也有表示意见的机会 我认为这是偷渡规范 而不是 这是偷渡规范 而不是过度规范 那另外有一点就是 也有人提出一个建议 司法院也考虑一下 换照的时候 说要增加小时 什么时候换照 不可以拖三年 不可以拖三年 再说一次 这个案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是因为司法院一直没有回应 所以我们只好提案 来让司法院回应 第一个 这表示 我们不是坚持什么 是这里有问题要解决 我们才对社会各界有交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案 司法院现在如果说 他们 当初 如果在我们做最后一次的决议的时候 司法院已经提出这样的方案 我在想我们大概没有人会没有 会有意见 这件事情就处理了 但司法院没有告知我们任何讯息 重点在这个地方 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处理 我们就是是非不明 我们就是祸悉尼 那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觉得对社会没有交代 我是提案人 我表示几个意见 刚才有一个委员说 这是个案 这绝对不是个案 62个法官怎么会是个案呢 这一定是通案 对不对 对于个案的说法 我爱难接受 还有一个委员说 如果没有纳保法 就不能设专业法官吗 我觉得这是导狗为因的说法 就是因为不专业 才要有纳保法 有了纳保法以后 司法院还这样子做 我们其实要真的是 不可以就地合法 这一点是我们非常坚持的 不可以就地合法 事实上 纳保法去年12月28日 这个公布到今年12月28日 生下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司法院都不动作 不做任何的训练 只给他们一张证照 好吗 大家觉得合理吗 最后还有一位说 所有的 我们咨询 我们的这个会议 国际会议只是有咨询的性质 没有错 都没有拘束力 没有一个案子有拘束力 要这样子说法上 我们今天 不只是今天的五个案 所有过去一百多个案 都没有拘束力 问题是 这至少代表了我们 委员咨询的意见所在 这是我要补充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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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